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年了 啊 你想杭州吗 我一直想 但是想不起来了 一直到今天 都是晚低声地说话 月色下 她的眼角显得有些红 但也有可能是月光下的错觉 是啊 女真人要来了 发生了一些事 哥 我们忽然觉得 她的声音顿了顿 我们过得真是太轻调了 你 我 大哥 我想起过去 我们都太过轻调了 太轻调了 她闭上了眼睛 低声哭了起来 想起过去幸福的一切 他们草率面对的那一切 开心也好 快乐也好 她在各种欲望中的流连忘返也好 直到她三十六岁的年纪上 那儒者认真地朝她鞠躬行礼 她说 你做下为国为民的事 我喜欢你 我做了决定 就要去北方了 她并不喜欢她 然而 那些在脑中一直想的东西 停下来了 如果当时的自己 兄长 能够更加郑重地对待这个世界 是否这一切 都该有个不一样的结局呢 她坐在凉亭里 看着另一个世界上的那个楼舒缓 月光正照下来 照亮重重观身 千万里的江河间 弥漫着消音 时光斜着难言的伟丽 将如深的记忆 一股脑地推到她的面前 碾碎了她的过往 然而睁开眼 路已经走近了 她想起了宁毅 我还不曾报复你 而女真人已经来了 楼舒缓并未在软弱的情绪中停留太久 对于过去的缅怀 能够使人内心沉静 但回过头来 经历过生与死的重压的人们 仍旧要在眼前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而或许是因为这些年来 沉溺酒色导致的思维迟钝 楼舒恒没能抓住这罕见的机会 对妹妹进行冷嘲热讽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楼舒缓的脆弱 此后两天 大战将至的消息在靳王地盘内蔓延 军队开始调动起来 楼舒缓再度投入到了忙碌的日子工作中去 武剑说九年九月二十五这一天 靳王田石的使者离开挥舍 奔向已经越过燕门关 即将与王俱云大军开战的女真西路大军 同时靳王向女真宣战 并号召所有的中原民众抵抗金国侵略的习文 被散望整个天下 飞蛾扑向了火焰 生灵涂炭 生河沦陷 在女真人入侵中原十余年之后 始终畏缩的靳王势力 终于在这避无可避的一刻 以行动证明了其身上的汉人骨血 抗奸的习文令人慷慨激昂 也在同时引爆了中原范围内的反抗大势 靳王地盘原本贫瘠 然而经过南清的十年 丰饶富庶之地 境界沦丧民不聊生 凡是这片土地之内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 后来还有了些太平的样子 如今在靳王麾下升息的民众 多达八百余万 得知了上头的这个决定 有人心头涌起热血 也有人悲凉张皇 面对着女真这样的大敌 无论上头有着怎样的考虑 八百余万人的生活 性命都要搭进去了 有人投军 有人迁徙 有人等待着女真人到来时 趁机谋取一番富贵功名 而在威圣朝堂的议事期间 首先决定下来的 除了习文的发出 还有靳王田时的率队亲征 面对着强大的女真 田时的这番决定出人意料 朝中重大臣一番劝说未果 于玉林 娄书丸等人也去归劝 到得这天夜里 田时设司宴请了于楼二人 他与于楼二人出使时 还是个二十余岁的文库子弟 有着伯父田虎的照应 素来眼高于顶 后来随于玉林 娄书丸去到吕梁山 才稍微有些交情 到后来天下大乱 田虎的政权平安于群山之中 田家一众亲属 此之横行无忌时 田时的心情反而安静沉稳下来 偶尔楼书丸要做些什么事 田时也愿意与人为善 搭手帮忙 如此这般 带到楼书丸于玉林 黑骑军在其后发难 覆灭田虎政权时 田时则早先一步 站到了楼书丸等人的这边 随后又被推举出来 成了新一阵的镜皇 对于田时 楼书丸于玉林等人 一直与其有着很好的关系 但真要说 对能力的评价 自然不会太高 田虎建立镜王政权 三兄弟不过猎户出身 田时自小身体扎实 有一把力气也称不得一流高手 年轻时见识到了精彩绝艳的人物 此后桃光养晦 战队虽敏锐 却称不上是多么热血而决断的人物 接下田虎位置一年多的时间 眼下竟决定亲征 以抵御女真 实在是让人觉得奇怪 但对于此事 田时在两人面前倒也并不避讳 对于亲征一事 朝堂上上下下 闹得沸沸扬扬 金军来势汹汹 往后逃势正理 往前冲是傻子 本王看起来就不是傻子 但真实情犹 却只能与两位私下里说说 田时的丝宴设在天际宫高处的花园 自这院子的露台晃下看 威圣车水马龙夜景如画 田时背负双手 笑着叹息 女真人打过来 我能做的选择无非是两个 要么打 要么合 田家自来是猎户 本王小时候也没看过什么书 说句实在话 如果真的能合 我也想合 说书的师父说 天下大事 五百年轮回 武朝的运势去了 天下便是女真人的 想了女真躲在威圣 世世代代的做个太平王爷 也他娘的带劲 但是做不到啊 他摇了摇头 本王与娄姑娘第一次共事 是前去吕梁山比武招亲 入坠那什么雪菩萨 当时见到不少英雄人物 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没什么自觉 后来宁力恒世军转战西北 我那时才悚然而惊 区区晋王算是什么 那时候我若惹恼了他 脑袋早就没有了 我从那时候开始 便去认真地看这些大人物的想法 又去看书 听人说书 古往今来啊 所谓那些的人词都是假的 女真人出掌中原力量不足 才有什么刘玉什么禁王 一旦天下平定 以女真人的凶残 天使一脉怕是要死绝 除侯王哪是你给我当的 他的脸上仍有着许多当年的结号 只是自嘲的语气中还是有着些许无力 说完这一句 他走到露台边远的栏杆处 直接站了上去 娄叔安与于雨林都有些紧张地往前一步 天使却朝后方挥了挥手 伯父性情凶残从不信任 但他能从一个山匪走到那一步 眼光是有的 于将军 娄姑娘 你们都知道 女真人难来后 这片地盘虽然一直沉浮 但伯父始终都做着与女真人开战的打算 是因为他性情中意 其实他就是看懂了这点 天下大乱 才有晋王畜身之地 带到天下一定 是没有诸侯枭雄的活路的 但即便如此 陛下也可以居中坐镇 娄叔安走上前去 说了一句 居中坐镇 那晋王跟刘豫 跟五朝天子又有什么区别 娄姑娘 于将军 你们都知道 这次大战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他在那灰险的栏杆上坐了下来 中原的灯毁灭 山峰掠过 眼前是这个时代灿烂的灯火 天使的话融化在风中 像是不祥的预言 但在场的三人都知道 这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中原已经没有几处这样的地方了 而这一仗打过去 再不会有这座威胜城 宣战之前 王俊云私下寄来的那封手书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在中原 不会胜 中原挡不住女真人 王山岳守大名 是破釜沉舟 想要拖慢女陈人的脚步 王俊云 一帮饭都吃不上的乞丐了 他们也挡不住完颜宗汉 我们加上去 也只会是一场接一场的大败 但只希望 这一场一场的大败之后 江南的人 南武乃至黑骑军 最终能够与女真 拼个鱼死网破 如此 将来才能有汉人的一片江山 既然知道会是大败 能考虑的 就是如何转移和重整旗鼓了 打不过就逃 打得过就打 打败了 往山里去 女真人过去了 就接她的后方 晋王的全副家当 我都可以搭进去 但如果十年八年的 女真人真的败了 这天下会留下我的一个名字 或许也会真的给我一个位子 一条路是 陈福玉经过 在享福几年 十几年 然后被当成猪一样杀了 或许还要遗臭万年 而除此之外 就只能在九死一生里 杀一条路出来 怎么选啊 选后头这一条 我其实怕得不得了了 她随后回过头来 冲两人笑了笑 目光冷泪 却缺神 但既然要杂锅卖铁 我居中坐镇 根率亲征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名声 一来我上了镇 下面的人会更有信心 二来 于将军 你放心 我不下指挥 但我跟着军队走 败了 可以一起逃 哈哈哈哈 于雨林便也笑了起来 田石笑了一阵 又停住了 但是将来 我的路会不一样 富贵潜中求嘛 宁立恒告诉我一个道理 有些东西 你得搭上命去 才能拿到 楼姑娘 你虽是女子 这些年来 我却愈发地佩服你 我与于将军走后 得麻烦你坐镇中枢 虽然许多事 你一直做得比我好 可能 你也已经想清楚了 但是作为 这个什么王上 有些话 咱们好朋友 私下里交个底 请王上试下 楼树万拱手行礼 跟女真人打仗 说起来是个好名声 但不想要名声的人 也实在太多了 威胜 我不敢待 怕半夜被人拖出去杀了 跟军队走 我更踏实 而楼姑娘 你既然在这里 该杀的 不要客气 他眼中露出杀起来 反正是要砸锅卖铁了 季王这片地盘 由你处置 有几个老东西 靠不住 敢乱来的 逐他们九族 照告天下 给他们八辈子骂名 这后方的事 即便牵涉到我父亲 你也尽可放手去做 之前靖王势力的政变 田家三兄弟 田虎田豹 进阶被杀 剩下田彪 由于是田石的父亲 软禁了起来 与女真人的作战 前方拼实力 后方拼的是人心和恐惧 女真的阴影 已经笼罩天下十余年 不愿意在这场大乱中 被牺牲的人 必然也是有的 甚至很多 因此在这里 已经演变十年的中原之地 朝女真人揭竿的局面 可能要远比十年前复杂 娄书丸简单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娄姑娘手下有人 于将军也会留下人手 宫中的人 可用的 你也尽管掉拨 但最重要的 娄姑娘 注意你自己的安全 走到这一步 想要杀你的人 不会只有一个两个 道足且长 我们三个人 都她娘的珍重 她在这勾勾的露台上挥了挥手 人都只能顺着大势而走 欲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坠续 第868集 听众朋友们 坠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